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MY VLOG 很久没有拍VLOG 很久没有post YouTube 然后这次我要post一下去年我们 我跟我的亲爱的去美国的honeymoon trip 然后这个是一个期待了非常久的trip 也是plan了很久 之前本来2019要去的 可是因为COVID的关系 我们没办法去 当Malaysia去年announced开放过后 我们直接二话不说 直接book下这个飞机票去到美国 所以这个是一个两个星期半的trip 我会cover的地方是我们的西海岸 有California 还有一点点的东海岸 纽约 我们会spam比较多时间在西海岸 然后4天左右在纽约 所以我们成达的是SQ36 从新加坡直飞到洛杉矶 全程17个小时 飞机型号Airbus A350-900 直飞其实是不错的 没有我想象的恐怖 因为全程都在飞机上面睡了 吃吃了睡睡了吃 这样我们就到了 飞机上面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给我的老婆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honeymoon trip 然后感谢SQ也为我们准备了这个小小的surprise 有一些甜点香槟 然后是在我们要到达之前的两个小时送上的 谢谢 抵达美国啦 我们抵达是同一天 盘晚7点 然后按检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快 呃 问了一些问题而已 我们就出来了 租车的地方叻 我们要坐bus去的 然后这次我们用的是Six 因为做了一点Research Six的review是比较好的 我们这次租的是一辆红色Ford Mustang开棚车 在LA一定要做的东西就是租一辆开棚车啦 因为这边的阳光非常的灿烂 在马来西亚我们驾车是右手边的方向盘 可是来到这边换去左手边 真的是很奇怪 你知道吗 第一站我们就去check in我们的mortel先 是mortel啊 不是hotel 啊 省一点钱啦 第一晚 so我们check in了 看看里面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们就去k down 吃韩国餐 这个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也是在小红薯上面 有蛮多人的介绍 我们就来到这一家孙南东 一样会有小菜 然后我们叫的这个是 狠躲拱的牛头骨炖白菜锅 你看看它的火出来 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餐 在马来西亚的韩国餐 我是说法没有看到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 可是两个人吃呢 这一份东西非常大份 我们吃不完 但味道是很好吃的 这一餐我们吃了多少钱呢 120块美金加消费 觉得ok吗 我是觉得有点牙痛啦 好明天带你开始正式的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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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